英国对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大让步 愿意设立海关边境 避免出现硬边界 缓解了一直僵持的脱欧谈判 双方目前正在马拉松市的来会谈 希望能够赶在星期四中午举行的欧盟分会前达成协议 提成到分会来讨论 英国和欧盟代表这几天马拉松市磋商脱欧事宜 以便赶在星期四欧盟分会上提成协议书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透露 双方的会谈进展顺利 有望在接下来的七到八个小时内明朗化 目前已经拟定好基础协议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透露 双方的磋商很有建设性 只是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分会前先会面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于英国能否在这个月底脱欧大线前达成协议 抱持乐观态度 不过基于英国首相约翰逊 一直强调不排除会无协议硬托欧 因此默克尔认为 欧洲各国必须做好准备 面对硬托欧带来的冲击 北爱尔兰边境一直是英国脱欧的一大难题 英国首相约翰逊 星期三继续会见爱尔兰民主联盟党 争取收服爱尔兰同意设立海关边境 避免出现硬边界 按照目前的局势 这次的峰会可能会出现三个情况 第一 欧盟同意巴尼耶和英国代表拟定的协议草案 作为正式的协议条约 第二 双方同意谈判前景乐观 拟定基尼部的谈判议程 第三 双方认为要避免月底硬托欧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磋商 欧盟峰会将在星期四下午展开 目前还不清楚会在哪个阶段 商讨英国脱欧事宜